謝謝主席 本席請部長 請部長 那我們NCC是 余副主任委員 還有公平會主委 部長好 NCC還有公平會 主委和副主委 部長今天大家都非常關心中佳案 本席在今天早上 交通委員會的質詢的時候 NCC的主委14號 針對本席質詢的內容 他有明確的表達 如果這件遠傳入主中佳案 當時通過有20項的承諾 遠傳必須遵守 我們很多委員關心 那如果違反這些承諾 那怎麼辦 有罰則嗎 怎麼罰 NCC的時主委 很明確的說 如果是重大的違規 可以廢止這項交易 你知道這件事吧 委員說的一定是對的 是喔 謝謝喔 那這20項的限制 當時就引起很大的爭議 因為摩根斯坦利亞是人頭 真正要買中佳的是遠傳 遠傳要受限於黨政軍條款 所以才搞出一個轉個彎 用借錢的 以債作股 然後NCC通過就我設20個限制 那你要承諾 遠傳要承諾 所以就這樣通過了 公平位也通過了 我今天要特別再提醒各位 在這20項的承諾裡面 其實最重要 第17條裡面 它特別規定 遠傳不得介入 中佳的經營管理和人事 遠傳不得介入 但是我要跟部長您講一件事 遠傳的總經理 姓李 那這位李總經理 他已經到中佳系統各區 各縣市 他都去視察過了 他也約談了中佳的各區的高階經理人 約談了哪些人我都知道 中佳的高階經理人 一位姓李 兩位姓吳 一位姓紀 一位姓陳 都被遠傳的李總經理給面談過 還有很多啦 那這個面談的目的就是 如果他覺得適合遠傳流用 不適合 就會請你走路 同時啦 中佳的執行長 就等同於總經理啊 他已經請假啦 請了長假了 請了三個月 行同離職 中佳這個總經理啊 目前等於離開了 執行長的位置 那誰來接 遠傳在找人 遠傳的這位李總經理啊 也約見了不少的專業經理人 就是要在幫中佳找新的執行長 我請問部長以及在座的相關主管 這樣遠傳算不算 我們會看調查的結果做處置 我們會看調查的結果做處置 中佳的人事和經營管理嘛 因為你明顯違法嘛 因為你明顯違法嘛 NCC有沒有能力去集合 訂了20項 榮榮總總寫了一大堆 要遠傳做20項的承諾 部長你知不知道NCC怎麼去集合 NCC啊沒有要去集合 它裡面說啊 由中佳被買走了中佳 每半年提供一面報告給NCC 來說遠傳有沒有違規 這種條件你都定得出來 我們叫中佳每半年定期去跟我們承報 中佳是被買走的 他哪敢啊 我們還是會去檢查的 你怎麼檢查 我們去看他承報的事項 中佳當然每一問報告都寫 遠傳沒有違規 遠傳乖得很 他報告我們會去查核 定這種承諾書你也定得出來 我覺得非常離譜啦 因為中佳是被買走的嘛 要被買走的公司 你叫他敢出一門報告 說報告NCC大人遠傳違規啦 他來干涉我的經營管理 他來干涉我的人事 這媚於事實 不可能嘛他怎麼敢 也就是說NCC雖然附帶20項的條件來通過 有限度的通過啦 那實際上啊 就斷了線啊 就斷了線的風箏 你也沒辦法回去集合啊 然後公平位呢 又很快的通過啦 其實公平位你也知道嘛 遠傳買到了中佳 他對整個市場就起了大變化了 整個市場的競爭態勢就不一樣 就大洗牌了 我覺得公平位啊 也沒有盡到你的一個職責了 未來 這個案子 那 遠傳還要做銀行的連帶 投神會會審查嘛 他跟銀行大概借500億啊 那誰會是主要擔保人 當然是遠傳啊 所以摩根斯坦利亞就是人頭 所以請你們不要再講 什麼和商NPHEAL 來買這個案子 不是啦 就遠傳要買嘛 大家你們要面對 我意思就是說 現行法律不允許 你就不應該通過 要不然你就應該先修法 然後搞一個用借錢的 讓遠傳以再作股 然後讓遠傳呢 違反規定 反正沒有辦法去積合 那你們當作沒看見 讓他實際去 指導 干涉經營管理 那這就是一個爛攤子 部長我們簡單想一想啦 有一家公司他的價值700億 你就借他700億 然後你也不管他的經營管理 你也不管他的人事 讓他原來的公司繼續運轉 原來的人繼續管理 你只是負責借給他 這家公司700億的價值 你就給他700億 可能嗎 部長 有這種笨蛋嗎 遠傳這麼笨嗎 中家價值700億 我借你700億 經營管理 我不管 人事我也不介入 怎麼可能呢 這種案子怎麼會通過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啊 政權即將交替的一個現象 反正我先過了 又怎麼樣 恩信息的主委副主委 你們的任期是不是到7月 是的 到時候就換人了 這個案子啊 明顯是擺爛 既不敢修法 又不敢面對事實 自以為聰明 鑽漏洞 然後睜眼說瞎話 強辯 這個怎麼會是我們國家掌管 我們通訊傳播最重要的NCC 你們做得出來呢 這個案子擺出來 讓NCC啊 永遠留下一個污點 我認為啊 投審會啊 應該要退回這個案子 部長 有沒有意見 我們會照著剛才那個委員會的這些決議 來處理啦 剛才您提這些疑點 我們當然要去把那個資料收集的更完備一點 好 謝謝部長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